好 今天呢 算是唯解封的第一个周末 星期日 在今天很多的名店门口不知道有没有出现常常的排队人龙 但是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唯解封周日 大家都在讲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昨天本土的确诊是加8 但是呢 台北上柯文哲讲了 行百里半九十 大家要争取的是最后的胜利 原因是因为啊 现在传出了全球知名小龙包名店顶泰峰 他们在新生还有信义路口的这个旗舰新生店 在今天是无运紧的停业三天 好 其实先前呢 就已经有过当天要赶紧整间店做清销的记录 原因是因为在7月15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出现了确诊者的足迹 因此7月16号呢 赶紧大清销 结果呢 在7月17号才刚刚恢复营业之后呢 又惊传说有员工染疫 第一时间传出来 有人说呢 可能是负责外带外场的服务生 或者呢 是可能会跟顾客接触到的收银员 而事后呢 在北市卫生局这边 他们证实了 说应该是餐饮组的同人染疫 换句话说呢 跟顾客应该是没有直接的接触 虽然讲是这样讲 但因为前几天确诊者足迹 才刚刚出现在顶泰峰 所以呢 这两起案件之间 到底有没有相互的关联 是谁传给谁 还是其实在顶泰峰内部 还有其他的传染源 目前一切都还在疫调当中 而专家比较担心的是 顶泰峰的员工人数非常多 他们也很担心会不会造成 另一个群聚感染微包弹 位在新一路二段的顶泰峰旗舰店 铁门拉下关警警突然宣布停业 因为17号传出有外厂员工确诊 业者紧急停业三天进行静置消毒 每天都来附近送货的厂商 坦言心惊惊 人家也会怕 送完送完就赶快回去 其实顶泰峰新生店 15号才传出有确诊者租机 隔天紧急停业全员PCR裁检 17号恢复营业 没想到竟然发现有员工确诊 18到20号再停业三天 目前卫生单位还在疫调中 至于确诊员工传染员是其他同事 还是来自顾客 以及期间接触多少人都难以估计 距离新生店步行三分钟的顶泰峰总店 员工配备防护面罩忙着服务取餐客人 由于现在还不能开放内用 外送员在门口等待取餐 没有办法工作 随身都会携带酒精 然后戴口罩 也会跟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 即上次地下街员工确诊 现在顶泰峰也有员工染疫 台北部时爆出小型确诊案例 是否会影响到26号解封 由于三级警戒期间顶泰峰外卖的生意仍然非常好 现在有员工确诊究竟会不会演变成群聚感染 让外界都很关注 记者陈建安蔡雨山台北采访报道 好这真的是最后一里路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今天来说应该就是7月26号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到底在726就是一个星期之后 有没有可能真正的解封又或者是降级 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刚刚告诉您 全台呢总共确诊数本土的部分是8例 看到的是先前比较高的双北部分 新北呢昨天有5例台北有1例 桃园1例台中1例 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数值 在一个多星期甚至呢是一个多月前 你很难想象的 大家说这样应该是一个蛮好的稳步向下走的趋势 但是专家怎么看呢 好现在呢在专家的部分我们来看到的是 医师黄高斌他就直接讲了 他看来他觉得呢 可能社区当中有一些隐形的传播链是还没断的 至于在黄利明的部分 他则讲了他其实蛮建议在现在的这个时刻 是不是呢直接替有可能的热区来做抽血抗体的筛减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医师他们都担心 说是不是有所谓的莫名感染源 换句话说可能有隐形传播链 还在社区当中在中间的串联 而这当中呢在双北的部分他们担心 黑数恐怕是比较多的 从哪里来分断呢 从致死率的部分来分断 为什么会这样讲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的新冠的致死率 确实跟国际间比起来高了大概有两倍之多 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 如果呢你用台湾的状况跟国际间应该是差不多 因为是同一个病 差不多的状况之下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分母也就是呢 在这个整个染疫的人数的部分被低估了 所以呢致死率才有可能比国际间要来的高出许多 而也有专家呢他们提出了一个见解 他们说呢现在疫苗的涵盖率虽然我们已经突破了第一个里程碑 来到百分之二十点四 但是呢在中南部的地区 以及呢在年龄的部分发现了老人家 他们想要打疫苗的意愿 跟年轻人比起来还是有些差距的 这个部分必须要多做努力 不管怎么样最后一里路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跨越这个三级防疫的警戒 可问题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台北学长柯文哲他算是比较严谨的 他说呢他认为真正能够让他觉得比较安心 就是必须要清零 而且要达到二十八天零确诊 容不断有确诊个案的台北市 在围解封后的第一个礼拜天 传统市场还是出现人潮 但分流规定仍有民众忘记了 虽然是假日但人潮还是不足谈犯预期 我们那个客人都会拿这个塑胶袋装零钱啊 少掉一层至少 民众到市场采买显然人是为了民生需求 口罩面罩戴紧紧 但同样赶上违解封的台北建国花式 逛街人潮比以往少了非常多 几乎只有之前的五分之二 民众只要再努力一些 距离七月二十六号解除三级警戒不远了 因为十七号担任新增本土个案紧发例 死亡一例 创本土疫情以来确诊数新低 虽然有望解封 但专家仍不敢大意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明 认为这时可进行大规模千人血清抗体 若有区域出现状况就能立即筛查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副院长黄高斌 则是呼吁双北这两天确诊 北市环南市场北捷地下街群聚 仍有多条隐形传播链 双北地区防疫更该谨慎 广塞以PCR在一些曾经出现过 养性确诊者的一个社区来做确认 我想它的效果应该会比监测 这些所谓IGN或IGG的血清 在疫情的防治上效果会更好 距离解封只差一小步 接下来这周绝对是关键 就怕热区潜藏疫情 政府跟民众此时防疫更要同心协力 据也台北综合报道 在今天周末假日 您会去卖场吗 在台北内湖这边 先前包括了好市多 加勒福等大卖场 先后连环爆出有确诊者的足迹 赶紧关门做清销 而在今天包括了好市多 还有KIA都已经先恢复营业了 在今天好市多 确实也涌现了一些人潮 但是他们有按照身份证的尾数 来做分流 大家进去之前 这防疫的意识还蛮高的 除了口罩戴好 蛮多人都已经戴上了面罩 不过呢 虽然说在卖场里头 大家还是为了生活必需品要进去 但在附近上下班的民众 看到人又变多了 难免还是有些心慌 有确诊者足迹的内湖好市多 副业第一天就出现采买人潮 民众推车入场还一度塞车 只不过就说卖场完成清销 也没有人敢轻忽人意风险 卖场人员驻守在门口盯紧入场实名制 不过恢复营业的好市多仍然维持原本身份证 尾数分流及推车把手消毒清洁的金本工作 并没有增加其他防疫措施 让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而另一个确诊者足迹的内湖 IKEA门外还贴着前一天 暂停营业的公告 中午十二点恢复营业 入场没有分流管制 但场内全面禁止饮食 而内湖家乐福同样也有确诊者足迹 则预计在十九号恢复营业 并且只在假日 强制实施身份证分流 这么多确诊者在内湖大卖场区 频繁出入 让附近民众走在街上都不敢放松 好不容易等到围解封 台北市却还是频传 确诊消息和足迹 让不少民众依然体型吊带 完全不敢松懈防备 记者余生新苏维轩台北报道 好现在围解封之后的 第一个周末假日 很多夜市呢 也开始陆续的恢复营业 但是呢发现两样勤了 首先呢同样都在台中来看到 台中北屯总站夜市 在昨天呢 人潮说是不如预期的 让摊商有些失望 他们的看法是 因为不能边走边吃 所以让业绩跟先前比起来 只剩两成左右 赚不到钱 但是呢 同样是在台中 逢假夜市 说整条文华路摊商 开了大概有九成 甚至呢 昨天晚上是越晚越热闹 人潮他们的观察 应该有回流到了五到六成 但是他们很担心 这难得能够再一次复业的商机 又再一次的被群聚给打趴 就很担心 大家会拉下口罩边走边吃 也因此夜市 他们派出了工作人员 举牌宣导 要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 你没看错 这是微解封后的逢假夜市 文华路上人满为患 几乎是肩并着肩广 但民众口罩戴紧紧 连想喝口饮料都要偷偷摸摸 我觉得蛮安全的 现在这样子疫情 对 回家吃或在车上吃 比较有浪漫的感觉 逢夜市不能边走边吃 真的好难受 但还没完全解封 除了进出得十点之外 夜市人员还要加强宣导 自制告示牌提醒 拜托大家遵守规定 多少都会偷偷的吃吧 不能边走边吃 饮料什么都会比较少买 放眼望去 摊商开了九成 越晚越热闹 虽然民众不能买了现吃 不过人潮就是前潮 摊商直呼终于能出来 赚一点租金 否则闷了快两个月没有收入 几乎快要吃土 拜六这种情况 已经算不错了啦 从回解封以来 预期的人数来说的话 是还多一些 今天大概就有差不多 恢复到五成六成左右 逢角夜市人气强强棍 但台中北屯总占夜市逛街 民众奚落 因为摊商只开了两成 而且只能外带回家吃 摊商直言 有点想哭 业绩差不多剩下两成左右 台中市金发局说 从未解封后 光是民众拉下口罩边走边吃 就举发二十多件 每张罚单三千到一万五不等 希望大家暂且缓缓 毕竟没完全解封 别跟荷包过不去 记者杨经理云杰台中报道